Network 好我们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很清楚的 它是两个字合成的 对不对 一个就是net 那net原本的意思呢就是网 那work呢可以当作作品 也可以当作工作 那network两个字合在一起 中音落在第一个音节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network network 好那network呢这边呢 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网络 或者是所谓的网状系统 英文就念成network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multiple devices computers rows or railways etcetera that are all connected to form a system 好那说multiple 好multiple呢指的就是多样的 英文就念成multiple 这个multi原本就是有多的意思 好devices指的就是设备 好它呢是有多样的设备 或者是电脑 或者是路 就道路 或者是呢铁路等等 that are all connected 全部呢都被连起来了 连起来的目的要做什么呢 to form a system 来形成一个系统 那这个不定词片语 就用来修饰 表示目的 表示呢这个所谓的 这些前面的东西 全部都被连接起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去形成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中文就翻成网络 网状系统 英文就念成network 好我们看地区 Switzerland's well developed rail network allows you to travel by train to almost anywhere in the country within just a few hours 好Switzerland这个国家呢指的就是瑞士 eps表示所有格 就是瑞士的 好瑞士的什么呢 well developed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复合形容词 同学不妨把它记一下 它的中文我们就翻成发达的well 表示很棒很好的 对不对 develop指的就是发达 这边加ed表示是一个过去分词 用来修饰前面的rail rail network 就是所谓的铁路网络 那我们知道铁路网络不可能自己建 一定是被人类所打造出来的 所以这边你要用被动语态 用过去分词表被动 好所以我们说呢铁路系统 同学不妨把这两个字呢 把它念起来 把它连起来 就是铁路的网络 英文就念成rail network 好那这个rail network呢 allows you to do something 允许某人去做模式 就让什么人可以使什么人可以做某一件事 它呢让你可以呢去旅游旅行travel 透过什么方式呢 透过by train 好旅游到什么地方去呢 to是个介细词表示到几乎任何地方 好在这个国家这边指的就是瑞士 在瑞士这个国家呢 可以呢这个所谓的发达的铁路网络 可以让你呢在几个小时之内 within just a few hours 指的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 可以让你呢履行到任何一个 这个国家的任何地点 好所以这个字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network名词网络网状系统 这个字幕提供了